美国国土面积超过了900万平方公里 在最新的世界排名中 排在我国之后是世界第四大的国家 可当初美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才多大你们知道吗? 1776年 英国13个州在华盛顿的带领下 宣布成立美利接联合众国 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 英国也正式成立了这13个州的独立 话句话说 当时的美国不过是由13个州组成的 面积才80多万的一个超级小国 之所以能发展到如此壮大 除了自身的原因外 还要谢谢这几个国家 首先便是法国 事情还要追溯到拿拓伦在世的时候 1800年 刚刚执政的拿破仑 凭借助超强的军事实力 从西班牙手中拿下了北美路易斯安那地区 路易斯安那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 还有法国超强的军事实力 让刚刚独立没多久的美国刚到了不安 生怕法国直接从路易斯安那打到美国 于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拉斐尔便主动同拿破仑谈判 打算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 如果谈判失败 他们便打算伙同英国一起孤立法国 没想到的是 拿破仑竟然出奇的爽快 谈判很顺利 美国最终以不到1500万美元的价格 拿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 尽管美国感到很不可思议到嘴的鸭子 可不能让它飞了 付了钱拿了地就走了 其实当时的拿破仑也实属无奈之举 在谈判之前 拿破仑派去攻打海地的两万军队全军覆没了 他急需要钱来重整旗鼓 另一方面 如果不买 那美国跟英国联合起来攻打法国的话 法国肯定受不了 而且英国的第一目标肯定就是这个地区 倒不如卖给美国送他个人情 也让自己没了后顾之忧 两旋起美 于是双方在1803年签订协议 法国正式把路易斯安那地区 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出售给了美国 低价得到路易斯安那 彻底激起了美国想要对外扩张的野心 而紧挨住路易斯安那的佛罗里达州 变成了他的下一目标 于是美国便跑去问西班牙 能不能买下这块地 遭到看西班牙统治者的严正拒绝 文德不行 那要不要来武的呢 正当他考虑的时候 法国把西班牙给打了 趁此机会 美国派大量的人入住佛罗里达 西班牙本土还在打住仗 哪管得了这边啊 1814年 美国人大肆进军佛罗里达 终于让西班牙知道 这块地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于是在1819年 投美国签订协议 将佛罗里达州这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 就这两块地让美国领土面积 扩大了一步还多 其次便是墨西哥 跟上边俩的比 墨西哥真的是惨得不能再惨了 在收购了佛罗里达跟路易斯安那地区后 美国又通过策反跟威胁的手段 拿下了德克萨斯和俄勒冈地区 这时候 美国扩张的领土的范围 已经从大西洋扩张到了太平洋 这个时候 加利福尼亚又引起了美国的兴趣 这个时候的加利福尼亚 还是墨西哥的一个州 老办法 先移民吧 于是美国在1841年开始 派美国人进入加利福尼亚 并且美国政府也不止一次跟墨西哥政府说 要买下你这个省 可墨西哥死活不同意 那咋整 打吧 打得有理由啊 不能说去抢人家的地啊 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内造势 一会说英国要来强敌 一会又说墨西哥要反美 一时间 美国国内群情激愤啊 这时候 美国又派军队进入双方有争议的领土 墨西哥抗议多少次人根本就不理你 1846年4月24日 双方军队发生摩擦 墨西哥打死了三名美国人 这可让美国找到了开战的借口 5月 美国正式向墨西哥宣战 墨西哥哪打得过美国啊 就这样 加利福尼亚顺理成章的成了美国国土 这次战争打完 墨西哥声声把自己的国家领土打没了一半也是相当惨了 最后就是俄国了 阿拉斯加原本是俄国的战利品 可经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俄国元气大伤 加上阿拉斯基又不挣钱俄国就想把它买了 首要目标就是财大气粗的美国 怕美国不要 还花钱贿赂了大量美国记者 让他们多说点好话 最终在双方谈判中 最终美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 买下了这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后来对于这块土地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上当了 就这一块年不拉屎的地 你花那么多钱买了干啥 再到后来阿拉斯基地下 发现了超过5.7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和300亿桶原油总价值超过2万亿元 就这样美国通过花钱跟战争的方式 将自己从一个只有8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家扩张到了现在总国土面积 达到937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强国 那边的高度公里的总统